法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先生在中国一共有四个作品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广州新体育馆就是他的作品之一 这个广州新体育馆呢 他主要是把以人为本和回归自然的一个设计理念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他一共有三个场馆 三个场馆的屋顶造型就好像是漂浮的白云和白云山自然保护区是很好的融为了一体 那他还采用了一个下沉式的设计 而且大部分建筑都是建于地下 既方便了观众出入交通组织 又使这个建筑物能够融入充满诗情画意的一个自然环境中 产现一种若隐若现的美感 如果你从白云山的山顶服侍整个建筑物 你会发现它就像是一个饱满的盛开的木棉花 依偎在白云山半令人惊叹 广州新体育馆的设计师正式被誉为建筑诗人的法国著名建筑设计师保罗安德鲁 安德鲁的这个设计方案在当年参与竞标的方案中脱颖而出 正是这三朵木棉花深深吸引了专家 当时参与竞标的还有另外六家国际著名设计单位设计的方案 一些专家认为安德鲁的方案里 体育馆由主场馆练习馆大众活动中心三个场馆组成 三个场馆均为椭圆花瓣造型 组合起来就像是广州的世花木棉花 从而得到了认可 保罗安德鲁29岁 就因设计巴黎戴高乐机场后夕楼而一举成名 多年来他的作品遍布世界各国 然而让大多数中国人关注安德鲁的 则是从备受争议的中国国家大剧院开始 安德鲁将国家大剧院设计成一座飘在水面上的半椭圆形的透明建筑 感觉飘逸梦幻浪漫而前卫 对于安德鲁的这一作品 有人指责太过前卫 但是对于这些争议 安德鲁则显得十分平静 他认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建筑 如果一个城市永远按过去的样子 故故自封就看不到前途 在这一点上 安德鲁在广州新体育馆的设计上 与广州市政府不谋而合 为了保持白云山休闲带及体育公园自然环境的完整 广州市政府不惜移走机场高速路 曾有一些规划者对安德鲁说 你为了树木和水丢失掉珍贵的土地 但安德鲁在设计上却一如既往地坚持加入自然元素 这一重要理念 几个白云山这一地貌特征 使建筑的屋顶白天看起来像三朵翩翩白云 同时它在空中踏出柔和的曲线 也使人不禁联想到年年起伏的山谷 2001年7月10号 广州新体育馆竣工之日恰逢安德鲁63岁的生日 他收到了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广州市荣誉市民的证书 安德鲁称这是一份最棒的生日礼物 广州新体育馆是为了第九届全国运动会 在广州举办而修建的一座综合性多功能的体育设施 他除了承接一些大型的体育比赛之外 比如说像篮球排球还有乒乓球等项目之外呢 他还具备了大型文艺演出会议展览等功能 那很多明星在广州举办演唱会的时候 都会选择这个地方 2010年广州亚运会 在这里将会有排球比赛和乒乓球比赛 接下来请各位观赏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